是不是就是 对的 就是这样的 这种标准的兜兜尘 这标准兜尘我这是 老师我想知道 就像这种兜尘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它到底是说天生就这样 我从小就是家里遗传 还说它就是兜着兜着 越来越严重就是兜尘的 这个兜尘还遗传吗 是的 兜尘是有一部分病因 是因为家里的遗传因素 比如说父母 或者是隔一背 对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家里有兜尘的 那么这个孩子的遗传 兜尘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还有一部分是先天的疾病 比如说发育不全 伤口骨有问题 或者是一些基因的表达 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这是先天的 那还有一部分病人的 后天的生长环境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喂奶的姿势不对 那么孩子经常躺平在床上 那么他奶瓶子树得起来 下颌不停地前身 才能完成这个吸引动作 这样不停地下颌前身 就会变成兜尘 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是不良习惯 比如说不停地肯指点 摇上嘴唇 或者是发音的时候 舌头的位置不对导致的 那么他下颌越来越靠前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腺氧体 扁桃体肥大 鼻炎导致他呼吸道不通畅 这样这部分病人 经常是张嘴喘气 他鼻子不能用 鼻子通气效果不好 他只能通过口呼吸 来辅助呼吸这个功能 那么时间长了也会下颌越来越前身 形成一种反核 我们叫兜尘 学名叫反核 反核 那刘主任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大俗话 就是这个兜兜尘 我们是通过眼睛来看 就能证明 这个人我判定了就是兜兜尘 还是要通过医学的一些检查的手段 来确定这个人的疾病呢 就有能看出有看不出来的 你这个问题就是很专业了 我们临床上 如果这是个小朋友 小朋友的兜尘 比如说三岁四岁正在上幼儿园阶段的 他的兜尘很不容易被发现 甚至就像我们片头刚才说到 即使发现了家长也不重视 为什么呢 他只是表现了一个前牙的反核 那病人并没有出现大下吧 病情都是正常的 甚至有些病人家长觉得 这个孩子萌萌的 憨憨的 就是多可爱呀 为什么要治呢 所以这部分病人 他可能没有太严重的遗传因素 实际上这部分越简单的矫正呢 时间越短 效果越好 费用越低 这个我们都建议三岁以后呢 要进行常规的检查 排除一下有没有兜尘 那么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 你会发现一个小的时候 非常不起眼的兜尘 随着年龄增长变成越来越严重 好 感谢观看